最近一段时间国内新机型依然很多 除去航展后亮相的歼35 歼20S双座版不说 最近空警600舰载预警机也看到了双击同框吗 而AC313A直升机也亮相了 相比国内航空工业飞跃 其他国家虽然步子没有那么大 但是也在一步一步的发展 比如说仅仅靠着吃老本 就拥有全球数一数二战略运输 轰炸能力的俄罗斯 最近也将自己引以为傲的图160战略轰炸机升级到图160 并且完成了首飞 当然此举更为重要的是完成了自苏联解体 后就以中断的图160全系列生产流程 其独特的态技术退火焊接技术 或能给轰20带来启发 根据社交媒体报道 俄罗斯全线制造的图160M升级版战略轰炸机完成首飞 该机型在俄方发布的原文中被称为导弹发射航母 和我们所说的战略轰炸机不同 该机型在俄方也被定义为远程导弹发射平台 这和潜艇在俄罗斯被称为水下巡洋舰类似 都是典型的俄式风格 而该机型的首飞 也被认为是俄罗斯已经完全恢复了苏联时期的图160M生产流程 不需要接触原苏联其他加盟国的力量 俄罗斯就能直接生产该机型了 图160M苏联及俄罗斯军用航空史上最大 最强大的超音速飞机 装有一副可编后略机翼 目前生产全部由位于喀山的飞机制造工程负责 这次除了恢复原有的生产技术 还对发动机和飞机控制系统进行改进 安装了更好的导航装置和武器控制系统 在这次的升级项目中 超过40%的车舰设备进行现代化升级 其中最有技术含量的则是世界上最大的 钛金属电子数焊接和真空钛退火装置 而以钛技术为基础的熔炼 真空焊接和机体构造 正是图160的独特技术之一 在苏联解体后的一段时间内 罗罗斯并不掌握这一技术 因此无法单独完成建造这种斩机 据称进行依次包含钛技术的图160MGE焊接工作 会消耗喀山这座工业大成一半的发电量 一半为了避免冲突会选择避开用电高峰期 在进行真空电子数焊接和真空钛退火时 往往会一次对一个巨大的部件进行整体退火 所消耗的能量之巨大也就不奇怪 目前对钛技术的熔炼 加工和焊接技术 俄方有自己独特的技术 是非常领先的 而同样作为远程战略轰炸机的轰20 应该也会使用大量的特殊负荷金属材料 在熔炼 加工 制造焊接环节上 或许可以有所启发 不过值得一提的是 图160M和轰20的隐身设计外观风格还是相差很大的 如果轰20使用更复杂的智能隐身蒙皮 或者更加复杂的负荷材料 合金材料 那么或许就要单独开发出更为复杂的加工方式 这对退火 焊接 熔炼方面都是很大的挑战 这就需要背后有强大的材料工业水平所支撑 总体来说 这次恢复产生并升级图160M 是俄罗斯在现有工业水平和财力情况下 做出的比较合理的安排 至少图160在当前还是拥有足够的威慑能力 是支撑俄方战略威慑的主要空机平台 当然 俄方的苏联老底子 目前还是有一些值得借鉴和启发的地方 如果能拥于轰20那也是多多益善 毕竟轰20对我们来说也是一款前所未有的机型 难度和挑战都不会小 图160M战略轰炸机是2015年普京批准的一项重要升级计划 普京曾亲口声称 图160M战略远程 轰炸机将会是俄罗斯未来核打机体系的重要力量 在去年12月7日 俄罗斯的塔斯社就曾爆出 关于最新制造的图160M的消息 当时图160M已经准备就绪 计划在去年年底前万后滑跑实验 不过当时俄罗斯媒体推测 根据战机滑跑测试与首飞时间的周期判断 估计中间会有输越时间 没想到这次俄罗斯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就进行了首次飞行 这也说明了目前俄罗斯周边的局势紧张 急需图160M进行服役 以威慑对手 不过这也可能说明俄罗斯的机数有了突破 否则不会如此不严谨 综合一些媒体以及俄罗斯公布的信息来看 这次全新制造的图160M战略远程空炸机的航程约为1.6万公里 相比此前的图160的1.25万公里 提升非常明显 1.6万公里是一个什么概念 图160M从俄罗斯莫斯克飞到美国华盛顿中间无需加油 可以长途止入 一般洲际导弹的射程为8000到1.2万公里 图160M完全具备强大的远程打击能力 在载挂导弹方面数量上变动不大 依旧是之前的45吨 但种类上有一个非常大的看点 除了可以携带此前的核导弹 地空导弹等 最主要的是这次可以携带俄罗斯最新研制改装的高超音速导弹 主要是空射型的匕首 这在全球航空领域可以说是领先级的存在 在飞行速度上 图160M也要远远高于对手 它的上一代图160的飞行速度为2马赫 曾经俄罗斯两架图160战略轰炸机在外出执行任务时 遭到两架挪威空军的F35A的监视与半飞 俄罗斯飞行员突然开启全后略飞行模式 迅速甩开对手 可以想象美国F-35战机在面对升级版的图160M10的表现 这次对俄罗斯来说 升级后的图160M的主要看点 莫过于可着携带匕首高超音速导弹 匕首的最高速度可突破10马赫 其作战半径为1200公里 而且还可以机动变轨 号称突破美国一切反导系统 全命无死角地打击全球各个目标 事实上此言微虚 美国目前最先进的反导系统是无法对匕首进行拦截 而且反导系统的拦截在于对此前来袭导弹的周密轨迹计算 而匕首突破常规 没有轨迹可循 根据此前俄罗斯军事专家的说法 这次的图160M可以携带包括至少三 美匕首高超音速导弹在内的各种新型 先进的进攻性武器装备 它将会是俄罗斯三位一体和打击力量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这次图160M的首飞对俄罗斯来说 还有一个重要意义 那就是俄罗斯的一位图160M项目 负责人所说的这是从零开始制造的 它标志着俄罗斯图160系列生产线的回归 目前俄罗斯服役的图22 图160大部分都是在苏联时代所建造服役 在苏联解体后的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 在对图160升级 维护改造等方面 俄罗斯面临着非常大的难题 因为图160M的许多关键紫背件的 生产以及紫系统的生产都位于其他国家 而且这些国家由于经济转型 经济下滑等原因 许多生产场关闭 人才流失 这对俄罗斯是一个非常大的难题 这次图160M的首次新造 对俄罗斯来说最重要的一点 就是图160系列生产线的回归 解决了此前困扰长时间俄罗斯的这一问题 根据此前俄罗斯的计划 俄罗斯航空兵将会装备 两架图160M远程战略轰炸机 而这次图160M这次首飞的时间恰好是 俄罗斯正与北约在进行 俄罗斯安全保障的谈判 可以说俄罗斯选择在这一时间进行图 160M的首飞是俄罗斯又一次对美国 对西方的亮剑向他们进一步展示 俄罗斯强大的军事实力与进攻武器装备 目前俄罗斯与西方的谈判仍在继续 博弈也会一直持续 将来俄罗斯可能还会有更多的武器装备展示来威慑对手 与以往不同 如今俄罗斯的图160M是采用数字化图纸进行了建造 对于俄罗斯来说是个新的开端 因为俄罗斯会在图160M的基础上 进行新型轰炸机的开发 这是俄罗斯第一款采用非议设计的隐身轰炸机平台 实际上在俄罗斯进行隐身轰炸机开发的同时 美国诺斯罗普格鲁曼公司在进行B21隐身战略轰炸机的建造工作 由于新冠病毒疫情的影响 B21的建造工作遭遇了波折 以至于进度严重之后 为此美国五角大楼才暂停了B1B战略核轰的退役 B21是一款要用来取代B1B和B2A的平台 根据美国公布资料 B21战略核轰的造价要比B2A便宜了不少 仅有6亿美元 这是B21要大批装备的重要的基础 美国空军计划采购100架B21隐身战略核轰战斗机 从美国和俄罗斯在战略轰炸机上的动作来看 如今远轰已经开始博弈 中国不能落后 因为美国和俄罗斯长期通过装备远轰具备了远程打击能力 这是其余的战斗机所无法达到的高度 美国和俄罗斯装备的战略轰炸机在空中加油机的配合之下 可以进行全球部署和作战 因此具备强大的威慑能力 目前解放军只有轰6系列轰炸机 与美国和俄罗斯的战略核轰相比 轰6在航程和载坦能力上都有很大的差距 因此中国需要开发出匹敌美国B21隐身轰炸机的平台 从而可以实现对于美国的威慑 美国空军经常在关岛安德森空军基地部署战略核轰 从而实现在第一岛列内的战略威慑巡航行动 如果解放军也拥有远轰 就可以进行对等威慑巡航行动 从而扭转被动的局面 俄罗斯在没有隐身核轰的时候 首先重建了图160M这款战略核轰 从而建立可以和美国对垒的基础 报道称 这次试飞高度为600米 飞行持续约30分钟 而联合航空制造集团公司负责人尤里464R表示 该机保留了图160战略轰炸机的外观和气动补局 但使用了数字技术和全新建造工艺 他表示 今天试飞的这架新轰炸机的最大特点是 它是完全从零开始建造 系统和设备现代化程度达80% 为实施该项目 设计文件全面数字化 并使用太和金针空焊接技术 据介绍 图160是世界上最大的可变后略以超音速战略轰炸机 可以携带常规武器和核导弹 苏联解体时 俄罗斯只继承了少部分该型轰炸机 为保持这种俄军最先进轰炸机的作战能力 俄罗斯不得不向乌克兰购买了8架图160 后来又用苏联时代遗留的零件重新组装了数架 近年来 俄罗斯开始推出现代化改装的图160M轰炸机 它的航程增加到1.35万公里 可携带匕首高超音速导弹 12日首飞的这架图160M表明 俄罗斯在制造这种先进轰炸机是以摆脱对国外的依赖 按计划 全新的图160M将于2023年开始量产 未来俄空天军将每年装备34架该径飞机 计划总共生产50架图160M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